朱丹曾经有过一段为时两年的婚姻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这段婚姻还是最终以失败稿中 朱丹在离婚后 银牌射金牌律师与周一卫解缘 两人相遇期间十分低调 就连婚礼仪式都非常简单 不过如今不难看出 朱丹终于在第二次婚姻中找到了幸福 她们都是为了挣钱 努力奋斗的年轻人 另一位女星与朱丹十分类似 但是却高调许多 她的婚姻和生活状态都广受大政的主目 她就是性感女星张雨琪 不久之前才爆出张雨琪第二任老公 袁巴元沉迷赌博负债累累的传闻 我小网友都纷纷为张雨琪感到惋惜 为什么你暗美人却那么下 不过作为当事人的张雨琪 却并未表态 不久之后张雨琪又以一对龙凤胎 而再次登上了热搜头条 从各大新闻当手 两个宝宝可爱的满月照 也让网友忘了 继续替圆巴元的财物状况 当初面对自己的敌人老公 黄泉出轨的新闻 张雨琪并留下 一类一样的选择宽容 且行且诚心 而是勇敢地结束了这段婚姻 发布了离婚声明 而在面对现任老公 学历造假 从业资格造假 拖欠公众款 赌博等等 负面传闻的时候 张雨琪更是霸体花生 说袁先生的工作 他从不过位 只要家庭幸福安心就好 袁先生 无钱婚事 只亦有一女 会由张雨琪和老公共同一样 自己的幸福 不用网友的操心 看得出来张雨琪一直都清楚地知道 自己想要的人生 并且勇敢地去活成 自己想要的样子 对婚姻和幸福的追求 应该是每个女人一生的客厅 就像香港性感女神 钟丽婷一样 虽然已经年轻五十 拥有三个可爱的女儿 但是这依然不能阻挡 爱情和幸福来临的脚步 如今她与张文硕行 首开始第三段婚姻 她依旧像小女人一样 不当地追求的情报 钟丽婷与张文硕今 恋爱与张文硕今 恋爱与张文硕一样 恋爱与张文硕 在节目中 两人就已经插出了爱的国画 而在节目中 竟张文硕更是高点求婚中的女人 一时间这对演唱 略形成说人 似乎受伴了大众的观众 最终 这对姐弟修成正果 两人与三个女儿 组建了性格的家庭 在不久之前 两人的结婚纪念日上 张文硕更是爱此求婚 甜蜜值报表 而这已经是中类体的第三次婚姻 她们的经历也告诉了每一位女性 无论何时 都要永远